大家好,我是启哥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胡太后是哪个朝代的 揭秘孝明帝的母亲胡太后一声故事 北魏宣武帝的冲华孝明帝的生母 安定邻京京甘肃省镇原县郭元香人 是胡陵太后垂帘听政达十三年之久 北魏宣武帝的冲华孝明帝的生母 安定邻京京甘肃省镇原县郭元香人 是胡陵太后垂帘听政达十三年之久 延昌四年,五一五,孝明帝即位年幼 胡太后得到妹夫宗室元差宦官刘腾的保护 支持而听政 政光元年,五百二十,被元差刘腾悠求 孝昌元年,五二五,杀元差再度临朝摄政 其时北魏统治危机四起 北方边镇首将和周郡官吏腐化贪污 俯护镇人激愤已久 神归二年,五一九,京都雨林火奔 由于五人待遇不平,近前人暴动 原称原番建议改革边镇用人 为蓝根建议改俯护为名胡太后都不采纳 反而实行催量所致庭年阁 安年兹用人励志意躯腐败 胡太后迷信佛教大见佛寺 洛阳永宁寺之壮立 衣缺石窟寺之宏伟 都是明知名高宁城 其奢侈浪费导致公司穷困民不聊生 胡太后保盈玉甚盛小官正眼仪表秀美 她题为中书摄人勾搭成奸 正眼又引入摄人徐哥里 人鬼轮流陪睡彻夜交换 太后的情郎多最爱正眼派人随她回家 只准和家人说话不准留促在家 正光四年六阵起义爆发 给北魏统治以致命打击 关中拢佑以及山东河北地方的汉族和少数族人民 随即纷纷起兵 南朝匠人萧宝盈又利用时机聚关中叛乱 同时两朝派军北伐校长二年夺取寿春 次年占领摩阳北魏疆土日促 北魏军队败多胜少 拓拔是统治岌岌可危 而胡太后还宠信奸人正眼徐哥等 正是一家腐败紊乱 胡太后害怕儿子年龄渐长 于己不利五太元年五二八与正 须和谋杀死十九岁的孝明帝 历灵桃王子三岁的元昭为帝天下华人 当时虽镇压了一部分起义 但兵士强盛的病死坟堂横云六州陶路 大都督尔朱荣从病州进军洛阳 再和一溺死胡太后及幼主 并杀朱王高官等两千余人 实际上结束了统一的北魏政权 感谢您收看启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